美国高尔夫球巨星老虎伍兹今年2月24日 在洛杉矶金船发生严重车祸 导致伍兹双腿和脚踝骨折 洛杉矶县警局长维拉纽瓦周三宣布 事故主因为车辆在不安全的速度下行驶 导致无法成功过弯 经过调查 老虎伍兹当时在出事路段转弯时 时速达84至87英里 车身失控撞上路数 该路段限速为每小时45英里 至今曾发生过14起车祸 警方认为伍兹可能误踩油门当刹车 车子撞速时估计时速75英里 并没有证据表明伍兹当时身体控制力减弱 或者受到毒品或酒精影响 对此拥有82次美巡赛冠军的高尔夫名将老虎伍兹 于周三发布推文表示 警方已经通知他案件调查结束 他也感谢所有人的帮助 包括打911求救的路人和医护人员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 洛杉矶报道